真言第31章第31节 愿他享受操作所得的 愿他的工作再城门考荣耀他 所以换句话说 就好像等于神用Marker的原因 其实是价值上的对比 原来他设立系统 很多人连Marker都很尊重 但问题是他竟然不尊重本体 并且要教人们 你现在抱着Marker 本体到了 如果最低限度 对于本体的尊重和价值衡量 都一定绝对高过Marker 举个实质的例子 我们打开藏保图 这个藏保图有价值的原因 就是这个藏保图 是抹下了个宝藏的位置 对不对? 没错 拿着旁保图 很开心看着这个Marker 这个Marker就是导藏 但问题是 这个Marker不是导藏本身 而事实上 当那些人挖了宝藏本身 出来的时候 你明白吗? 对比这个交叉 这个Marker 究竟这个Marker 这个Marker 哪个重要 甚至当这个导藏 被人挖了 已经移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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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个洞 已经 那你现在再打开藏保图 这个Marker有什么价值? 是不是? 没有价值了 它帮不了你的 你还尊重它做什么? 你还为了这个Marker 打死打死做什么? 你为了这个藏保图做什么? 藏保图的宝物都被人拿走了 明明我说的意思 这个其实就是典型 等于一个藏保图 他说了一个宝藏在哪里 但那个宝藏被人挖了 但那些人还是为了这个藏保图 有Marker的藏保图 打死打死 那就很傻 法利赛人在做这件事 明明本体主耶稣 基督已经来到这个世界 还要钉在十字格言 还要升了天 法利赛人还在主后 一直到七十年 还在守旧约 你说这些人是不是傻的? 是傻的 就是傻的 这个就是神为什么要用Marker的原因 就是给了一个系统 给我们真的 用小小脑袋去想的时候 都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 所以在那段时间 为何保罗当他经历了主耶稣的时候 他就立刻完全理解了 根本旧约就是Marker了主耶稣出来 所以他才写了整个新约出来 所以原来神用Marker这个系统 其实一直是想表达 这一点给我们知道 就好像前几天我们说到 如果是这样 我们知道Marker 其实是想表达的东西 对不对? 但问题是 我们今次要理解的 就是原来Marker的价值 Marker存在的原因 就让你知道Marker的价值 远远不及得本体 那你就可以从Marker当中 理解我们应该怎么尊重 和怎么珍惜本体 明白吗? 当你这么重视藏宝图 现在你找到 直成就是 你直成找到 那里所说的宝藏 那个比例已经不成比例 而并且最重要 你应该对Marker的 所有尊重和珍惜 应该移回到真正的本体 对不对? 就好像那些人应该去对 于这个1500年所守的 这个旧约里面 所杀的这只羔羊 他那种的珍惜 和那种尊重 应该移回他们去 接受主耶稣那里 对不对? 但很可惜到 今天的犹太人 都未懂这一点 如果今天知道这一点的话 他们不会 到拼命 现在还打算见回旧约 起回旧约体制 见回这个圣殿 训练利美人出来 明白吗? 现在你就知道 他们对比基督教所说的信仰 是相差多远 但很多时候 我们的概念 包括整个以色列国家 他现在还未能够转过来 为什么? 因为他们以前 为了这个救主 尊重这个救主 而建立的Marker太过尊重 太过厉害 但他们不知道 神想表达的一件事 神都认为他们要尊重 他们都要尊重 但问题 到实物来的时候 他应该最低限度 要将这种尊重 转到主耶稣身上 甚至应该多很多 很多倍 明白吗? 所以这就是Marker 和实物的价值 其实这就是 神用Marker的第一样提醒我们 比如 举个例子 如果现在这样说 我将它引伸我们 我想问一下七子每星 七子每星 圣经里面说 七盏灯 七子每星 天上值了七子每星 我们所说的牛比 指向百利行之星 甚至连在地上的建筑物当中 耶路撒冷都是用这个方法 耶路撒冷整个城墙 都是照牛比所做 指向什么? 指向就是主耶稣基督 被大祭司審的外院 位置 这是旧约里面 我们看到的 很明显应验了 好了 我问问你 百利行之星 七子每星 牛比 所指向百利行之星的时候 他所说的Olephant Earth 我想问你 他所指向的 当然就是主耶稣 所开始的 Olephant Earth 这个救赎计划 这个救赎计划 的成品就是辛苦 所以你会看到 究竟辛苦重要 还是天上七子每星重要 是不是? 我们会很震惊 觉得很厉害 但是问题是那个是marker 来的 换句话 教会给世上 天上的这些星秀 和整个天上 因为整个天上 最重要的那颗星 就是百利行之星 但是它是marker 它不是实物 你明明 你应该有的陈陷 和你应该有的尊重 是多大的 就是那个子 只不过是 要指着 将会出现的教会 而教会 真是重要到一个阶段 在教会未出现之前 神已经用这么多的预言 去mark 你就能够想象 当这个教会出现的时候 其实在神的心中 是多么重要 它的价值是究竟多高 你想想 不是说 它出现了之后 神要你去尊重 甚至是它出现之前 神在人类历史未创造之前 记住 人类历史未创造之前 神已经创造星秀 星秀已经预言了 这个辛苦 你明白吗? 它的重要性多大 是 真正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一节 愿它享受操作所得的 愿它的工作 在城门口 很荣耀它 尋着你老道 心与灵相应 神啊 神啊 我怕我 尝着你 心虽然 你才抱到你 我心愿能 尚服 你坏 成年 尊敬 神啊 我怕我 尝着你 心中指导 你茫然傾听 求可到大 你面前 尘心献蜂 我身心 抚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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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